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聚 今日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我们首先来关注以色列和加沙的最新进展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找到了三具 在10月7日袭击中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遗体 这一发现正值国际法院准备就以色列是否应撤军的裁决前夕 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坦雅虎来说压力倍增 美国也因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威胁要减少支持 情况十分紧张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的辩论准备情况 据悉 特朗普对于即将到来的辩论充满细心 计划通过与顾问进行一系列会议来备战 而拜登则可能会再带回营进行封闭式的准备 拜登团队认为 总统在辩论中的主要任务是挑衅和逼问特朗普 以吸引那些对两位候选人都不满的选民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最新表态 据消息人士透露 普京愿意在乌克兰现有的前线上达成停火协议 但前提是乌克兰和西方国家作出积极回应 普京希望利用目前的局势 作为向俄罗斯人民展示胜利的机会 并避免进行新的全国动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以色列军队周五宣布 在加沙找到了三名在10月7日袭击中被绑架 并杀害的以色列人质的遗体 这三人分别是哈南 亚布隆卡 尼歇尔 尼森鲍鲁和 奥里翁 埃尔南德斯 拉杜 他们的家人已被通知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誓言要消灭哈马斯 并带回所有人质 但进展甚微 内坦尼亚胡面临辞职压力 美国也威胁要因加沙的人道主义状况 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 联合国国际法院将决定是否命令 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并从加沙撤军 以色列社会对人质问题意见分裂 一部分人希望政府暂停战争以换取人质释法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人质是消灭哈马斯的代价 最近代表人质家属的团体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哈马斯在10月7日抓捕了5名以色列女兵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要求释放人质的抗议 CNN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克朗普将在下个月的CNN议论中再次交锋 两位总统都自信能在辩论中击败对方 但他们的准备方式截然不同 拜登团队计划进行广泛的准备 包括可能在戴维营进行封闭式训练 而特朗普的顾问则表示 尚未进行正式的辩论准备 拜登的策略是通过挑衅和质问特朗普来展示他的领导力 而特朗普则倾向于以自由奔放的风格应对 拜登团队认为辩论将是展示卡领导力的关键时刻 而特朗普团队则认为 电论无法改变选民对移民和经济问题的看法 拜登团队还计划在辩论前发布一则由罗伯特·德尼罗旁白的新广告 继续设定辩论的基调强调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后失控的行为 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军队周五宣布 在加沙找到了三名在10月7日袭击中被绑架并杀害了以色列人制的遗体 这三人分别是哈南、亚布隆卡、李杰尔、尼森·鲍姆姆和奥里崩、埃尔·南德斯·拉杜 他们的家人已被通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要消灭哈马斯并带回所有人质 但竟斩慎威 内塔尼亚胡面临辞职压力 美国也威胁要因袈杀的人道主义状况 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 联合国国际法院将决定是否命令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并从加沙撤军 以色列社会对人质问题意见分裂 一部分人希望政府暂停战争以换取人质释放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人质是消灭哈马斯的代价 最近代表人质家属的团体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哈马斯在10月7日抓捕了5名以色列女兵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要求释放人质的抗议 华盛队游断 在海地数百名外国警察即将抵达 这是一个由联合国批准的稳定力量 旨在支援海地国家警察对抗控制首都80%地区的武装帮派 尽管肯尼亚将领导这次行动 但美国在幕后起到了关键作用 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表明不会派遣军队 但却在寻找任意领导这次行动的国家上下了很大功夫 尽管如此 这次行动的资金、武器和训练大部分由美国提供 美国南方司令部在海地设立了一个行动基地 海地过渡委员会成员路易斯·杰拉尔德·吉勒斯表示 真正支持肯尼亚的是美国 肯尼亚总统鲁托也表示 预计将有200名警察在月底前抵达海地 然而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对行动规则和撤离策略策略提出质疑 阻止了一些资金的波幅 多伦多新党 以色列正在卫联合国最高法院周五的裁决做准备 待裁决将决定以色列是否必须停止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撤退 自从七个月前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愈演愈烈 哈马斯重新集结并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北部的拉瓦和北部的贾巴利亚展开行动 以色列军队表示 他们在加沙找到了三名在10月7日被杀害的以色列人质的遗体 与此同时 联合国安理会将对一项决议进行投票 要求保护援助工作者和联合国人员 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表示 在过去几周的战斗中超过90万巴勒斯坦人失去了住所 食物和水等基本失本生活必需品 美颜社海牙荷兰联合国最高法院周五将对南非提出的紧急请求进行裁决 要求以色列停止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撤出该地区 尽管以色列不太可能遵守这一命令 但国际法院的停火命令将给以色列带来更多的国际压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面临国内结束战争的巨大压力 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每周举行示威 呼吁政府达成协议 带回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 国际法院具有广泛的权力来下达停火令和其他措施 但没有自己的执行机构 周五的裁决恰逢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寻求对内塔尼亚胡 国防部长和三位哈马斯领导人发出带努令 南非指责以色列在其加沙行动中犯下种族灭绝罪 但以色列坚决否认这些指控 《环球邮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土京准备就乌克兰战争达成停火协议 承认当前战线并表示如果基辅和西方不回应 他将继续战斗 普京对西方支持乌克兰谈判的阻碍感到沮丧 认为目前的战果足以向俄罗斯人民宣告胜利 尽管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普京不愿再次动员全国 因为上一次动员全国 因为上一次动员导致其支持率下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坚决反对在普京的条件下达成和平 誓言收复失利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尼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叶表示不认为普京有意进行认真的谈判 目前乌克兰和瑞士计划下约在瑞士举行谈判 以统一国际意见结束战争 但俄罗斯未被邀请 日经亚洲报道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京的亚洲未来会议上表示 中国可以声称拥有南海 但不需要因此开战 他认为只要中国的立场不对马来西亚造成实质性伤害 就没有问题 尽管东盟国家可能不同意中国的立场 但他们不能与这个经济巨头对抗 马哈蒂尔建议东盟国家务实专注于自身经济发展 而不是地缘战略问题 他还认为美国在美中紧张局势中挑起事端 包括台湾问题 建议东盟保持中立 马哈蒂尔还指出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变得更具野心和攻击性 但未来领导人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态度 美联社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一项决议进行投票 该决议强烈谴责对人道主义工作者和联合国人员的袭击 要求各方根据国际法保护他们 瑞士驻联合国大使帕斯卡尔·贝里斯维尔表示 决议的目标是保护那些在武装冲突中 每天冒生命危险帮助受影响人群的人 尽管该决议没有单独提及任何冲突 但在加沙 乌克兰 苏丹 缅甸等热点地区的战斗中 对联合国和人道主义人员的袭击事件不断增加 尤其是在加沙的七个月战争中 也有超过190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杀 创下联合国近80年历史上的最高死亡人数 决议还呼吁各国尊重和保护人道主义和联合国人员 并谴责对他们的袭击和威胁 南华早报报道2024年TATN年度峰会 在澳门的图经人酒店度假村举行 吸引了自疫情以来最多的亚洲旅游业领袖和分析师参加 峰会期间TATN与沙拉越旅游局和东亚区域旅游联盟签署了两份协议 致力于发展生态旅游社区商业创意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碳中和 汉中和TATN首席执行官努尔艾哈迈德哈米德表示 疫情对旅游业的打击巨大 虽然业务正在恢复到2020年之前的水平 但仍需努力提升行业从业者的技能 以应对数字化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的挑战 会议上世界旅游与旅游与旅游旅事会 亚洲区域总监王沙拉和世界旅游联盟副主席 刘士军等专家讨论了旅游业的未来 强调了消费者行为的快速变化和对绿色目的地的需求 外交政策报道 德国驻突尼斯大使彼得普鲁格 在一所新中学开幕仪式上的发言引发争议 因他将以色列人描述为巴勒斯坦恐怖的受害者 这引起了突尼斯教育部长的强烈反对 此事件导致突尼斯民众在德国大使馆外抗议 要求普鲁格辞职 德国长期以来在中东地区维持的软实力形象 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来 德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 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部门 尤其是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遭受巨大损失的背景下 德国的强硬立场和对巴勒斯坦人权组织的资金 削减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对其的不满 这也影响了德国在中东地区的工作和和合作关系 美联社报道在意大利北部马交雷湖畔举行的G7财产会议上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推动释放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以援助乌克兰 并呼吁联合抵制中国的贸易行为 耶伦提议借用冻结资产的未来利息收入 以立即向乌克兰提供高达500亿美元的资金 以应对乌克兰财政的严峻状况 他还强调G7国家需要对中国的国家补贴政策采取共同立场 以应对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半导体和电动汽车制造方面的过剩产能 这些行为威胁了G7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企业 此次会议旨在为6月在意大利普利亚地区举行了G7领导人峰会做准备 讨论经济政策和安全问题 Algazira报道 日本和韩国宣布了针对涉嫌向俄罗斯提供朝鲜武器的公司 船只或个人的制裁措施 这些武器被用于乌克兰战场违反了联合国决议 此举发生在韩国、日本和中国领导人 即将举行近五年来的首次三边峰会的前几天 日本政府发言人林芳正表示 东京强烈谴责这些交易 并冻结了11个团体和一名个人的资产 这些团体和个人涉及俄罗斯、朝鲜、军事援助 韩国也对两艘俄罗斯船只和7名朝鲜人实施了制裁 这些人涉嫌在莫斯科和平壤之间进行军事物资交易 尽管朝鲜否认向俄罗斯运作武器 但最近与莫斯科的关系有所加强 韩国方面表示 其中一名朝鲜人曾与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成员讨论武器交易 并有五名朝鲜人通过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非法居住的 IT工作者身份筹集资金支持平壤的核核导弹项目 西里西报道 加沙的汉牛尼斯 成千上万的家庭被迫生活在一个临时垃圾厂旁边 这个垃圾厂曾是加沙阿克萨大学的所在地 垃圾堆长达250米 散发着难以忍受的恶臭 无法避开的苍蝇蟑螂等昆虫让生活变得难以忍受 48岁的阿博杜拉泰西尔和他的妻子及三个孩子 在战斗阔使他们离开拉法后搬到了这里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估计 自以色列在5月初开始针对拉法的行动以来 已有超过80万人离开拉法 许多加沙人逃到汉牛尼斯 试图在阿克萨大学校园内安置 但发现这里已经成为主要的垃圾厂 垃圾厂原本位于汉牛尼斯东部的锁法镇 但由于战争持续 市政府将其搬到了更容易接近的中心区域 环境工程师穆罕默德·阿尔法拉表示 垃圾厂的存在大大影响了疾病和害虫的传播 许多琉璃失所者表示 他们见到了从未见过的蟑螂 生活在垃圾厂附近的阿布·阿瑟尔表示 他和家人别无选择 只能在战争结束前待在这里 这普曼曼报道 缅甸军政府可能正在考虑恢复 由中国支持的密松水电项目 该项目在十多年前 因环境影响的抗议而被暂停 据美联社报道 缅军政府的信息部发布了一则通知 宣布为密松项目成立新的领导航队 暗示军政府正在寻求重启该项目 密松项目最初于2006年由前军政府同意建设 计划建在克清邦的马里和奈何会合处 形成伊洛瓦底江 该项目因其对环境的影响和90%的电力将出口到中国而备受争议 2011年时任总统登圣伊人民的议员暂停了该项目的建设 尽管中国在2016年后多次尝试重启该项目 但由于2020年的军事政变项目一直未能推进 最近缅甸军政府的信息部发布通知 表示将成立一个十亿人委员会来研究 考虑技术解决方案 并处理与中国云南国际电力投资公司合作的公共关系问题 然而重启该项目不仅会面临强烈的公众反对 还会因北部缅甸的战斗而复杂化 科金独立军最近在该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团队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